世界青棒錦標賽中華隊晉級六強之後 五號第一場副賽遭遇 韓國隊雙方你來我往 前五局都沒有得分 韓國隊先發投手在第六局 投了兩球 觸生球之後 被換下場 換上中繼投手後 中華隊立即擊出安打 才剛投完一人次 韓國再次更換投手 中華隊用犧牲打 將二壘跑者推進三壘 得分機會來了 就看這一球 中華隊擊出安打 三壘跑者飛奔回本壘拿下第一分 打開僵局 中華隊接續安打 再下一程 比數來到二比零 六局下韓國隊再追回一分 加上中華隊投手犯規 雙方戰爭二比二平手 七局上中華隊進攻 火力再開 中華隊跑回本壘再次操前一分 接下來犧牲打 三壘跑者跑回來 想拿第四分 但是被判定過早 離壘出局 提早結束這半局 比數維持三比二一直來到九局下半 韓國隊敲出安打 又將比數追成三比三 進入延藏賽 時局上半機會又來了 中華隊再次取分 比數四比三超前 之後中華隊打線大爆發 再下三分 比數來到七比三 韓國隊被打爆又換投手 韓國隊這場比賽就換了六名投手 時局下半 中華隊上演再見雙殺 最後就以七比三戰勝韓國隊 中華隊連續幾場比賽 都演出尾盤的逆轉修 十分精彩 記者綜合報導 東